哈喽大家好 我叫何爽 来自四川省大娘山的惠里县 曾经是一名95后的空姐 17年辞职回到了家乡做起的新农人 卖起了水果 这是我的妹妹何妾 这个死牛的话 它在惠里的种子历史是很长了 大概是有差不多30年 但是我记得在我们两个小的时候 虽然说种植死牛 但是那个时候死牛还是特别少的 我们两个一到外婆家 一吃完早饭 就被外婆叫着去地里面看死牛去了 因为那个时候死牛太珍贵了 但是现在就完全不是那个局面了 现在的所有的果农 都是希望别人去采摘他家的死牛 品尝他家的死牛 我们仓库现在大概是 这个石牛基是有120到130号公囊 他们打包的话每天大概是能够创生200元左右 然后他们都是来自于我们周边的一些贫困村民 或者说就是我们的一些邻居 以前老家的邻居啊什么的 从小到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门口的路 因为之前不是路不好吗 门口都是那种泥土路 然后一到下雨天 一出门的话就是一山一水的泥 现在发展越来越好了嘛 然后水泥路都已经通到家门口了 有些路都已经修到果地了 摘果地也比较方便 其实我们惠里这边它是属于一个交通比较闭色的地方 从17年电商开始发展起来了之后 惠里石牛已经从完全依靠传统的线下市场 转变成了到现在 到今年的至少一半 甚至三分之二的销量 全部依靠于电商销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